Hello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章谱的频道 今集不是讲开箱片 今集是我讲我有哪些袋 我是2002年我是超想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愿望清单 那我就有很多很多想买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那开始之前大家记得订阅我 subscribe 和按下旁边的小铃 有什么新片就不会错过了 唉 我要马上讲我什么想买了 第一个我很想买的袋 它是一个LV 它就是一个牛仔布的Nano Speedy 你知不知道大陆有一个大陆限定版 那个是有蓝色的 我不知为什么只有大陆才买 在香港是没得买的 唉 这个也不错 虽然它是粉红色 我觉得蓝色就更加signature 那它这个Nano Speedy 它就可以在旁边拆带 我之前有个Nano Speedy 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 可以去我之前的影片 看那个开箱片 那个是在旁边的 它就完全没得拆 这个我看到它有得拆的 还要有条带可以调调的 它的尺寸 那就是10x16x7.5cm 唉 好漂亮啊 这个 又不太大 但是 我觉得它的形状有点像vintage 那个size 挺好啊 那我真的很喜欢这些 这个小袋 那 不过它价钱呢 就14100元 那其实它都加价加了很多 我之前买那只Nano Speedy 好像 上年的似而已 一万元左右 那当然啦 牛仔布我永远都 杀食一些东西 这个真的很好啊 唉 好有少女的感觉 永远都是这样的了 不是少女在扮少女 我不是少女 现在是扮年轻 永远都是这样的 小个就扮大个 大个就扮小个 真的很漂亮 它里面的内女 有一些暗花的monogram 那它的价格也是只有一个 哇 除了漂亮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这个袋 好了 Next 下一个 我很想买的袋 都是我愿望清单之一 第一个是什么呢 它也是LV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LV 以前从来都不是觉得它很漂亮 现在我觉得它很漂亮 那它一个是放不了电话的袋 那我就用XR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摘机 其实 我觉得大趋小未来 应该都是要用小的机 是不是很好的电话都放不了 我妈妈最近出了一部iPhone Pro Max 我想想 哇 有什么袋可以收到楼 其实呢 我真的很想出Samsung那个摘机 不过呢 我又用开iPhone 用开iPhone 当你很多照片的时候 你又不想用Android 用开Android的人又不想用iPhone 就是这样 我真的很希望iPhone 后天可以出摘机 那这个袋呢 我就 哎呀 好漂亮啊 这个 那它呢 其实呢 它很久以前也是有这个款 只不过这个呢 它是一个特别版 这个collection叫做 Spring in the city的一个 限量版 那它就15.5x10.5x4cm 那它真的放不了电话 不过其实我觉得 尺寸都比很多chanel的袋 我想现在这个尺寸 都去到两万 我觉得LV 就算它这个特别版 它卖7000多元 我觉得不是贵 哇 它很漂亮啊 那些暗花做得 正面 它有点绿绿的色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很喜欢绿色的 之后呢 它旁边有一些白色 白色我也很喜欢 这个颜色 然后呢 后面呢 又有一些粉红色 非常之好 其实它这个款 它最好呢 它就是链子可以拆 对 它链子可以拆的 或者可以拖长它 这样 超喜欢这个款 唉 其实很多方法的 加链子 也可以当腰包 加链子 也可以当斜背 非常之不错 这个我好喜欢 这个款 很漂亮 其实呢 我真的完全不敢跟我SA说 我有很多东西想买 在LV 我跟自己说过要留钱 去欧洲日买 唉 很想买 这个 我当然也没有货 没有货的 你看 刚刚看的我都没有货 这个我都没有货 为什么呢 这么漂亮的款 真的很漂亮 到下一个 这个很棒 这个 它是一个Speedy的25 很漂亮 牛仔布 它有锁的 它里面的model 真的做得很好 它有一些暗花 真的很漂亮 其实Vintage 也有个LA的牛仔布 我也有的 其实 不过就很想要一个新款 那Vintage 也不便宜 Vintage的牛仔布 也是一样这么贵 有时比这个价钱更贵 现在这个$19,300 有些款甚至贵 有些Vintage 甚至贵 这个款 哇 很漂亮啊 这个 做工挺好 嗯 不过我还是觉得 中国限定的更漂亮 那个更漂亮 那个价钱 NanoSpeedy 的牛仔布 好像是一万多元左右 就没有这个$19,300 那么贵 我觉得很搭 它Speedy 不可以放了很多东西 真的很好 这个 它的尺寸呢 是25x19x15 其实对于我来说 褶子有点大 因为我也是用NanoSpeedy 这些尺寸的 刚好放到iPhone 锁匙 电话 这个对于我来说 唉 大了一点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 很帅 这个 当然啦 都是没货 我想一下好了 是不是 好了 到下一个我很想买的包包 够命 都是LV 不知道大家猜不到什么 哇 它是这个LV的一个背包 那这个款 其实也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限量款 都是那个Spring in the city 那个特别版 它很漂亮 其实它这个包包可以拆的 它这个很多功能 它可以变斜背的 其实我之前见过实物 不过就不是这个花纹 很好的 它可以斜背 又可以变背 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个颜色这么漂亮 不知有没有跟我一样也是这么觉得 有点绿绿的粉粉的 白白的 那它里面呢 应该都是用一些镜皮去弄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容易弄髒 那我觉得很 襯夏天 很漂亮 这个颜色 对 很有这个 年轻了十年的感觉 这个颜色 那它的价钱呢 是17800元 那就19x13x8 啊 好漂亮 它的带也挺长的 80cm 最多可以去到100cm 可以搅 適合那些 不是放太多东西的人 很好啊 后面还有一个暗格的 有条拉链 可以收起一些 收起一些锁碎的东西 不用开关的时候 都这么烦 因为我很怕这些包包 开关开关太烦 就算它多漂亮也没用 这个挺不错 而且它用这个磁石的帕楼 挺好 这个不错 不过那个价钱 我觉得 有点贵 不过我都很想买 我很多东西都很想买 我只是想一下 不过其实有时候不是价钱贵 是我没钱而已 我永远都不会觉得人家贵 是我 自己的问题 好了到下一个 那这个呢 我很想买的一个袋 它是一个Chanel 用一个tweet的质地 去做一个mini bread bag 那可能有些人说 哎 这些好像布的材质 就不好啦 那我自己最近 就很喜欢这个颜色 就很喜欢 哎 那个香护纸的颜色 我觉得很漂亮 这个尺寸就不是太大 那这个呢 我相信都没什么货了 哎 不过我怎么没货了 你有没有钱呢 我先挖一下钱 那都是想买的 真是惨 但是呢 那些广告都弄出来 弄出来 弄出来 那些袋子 看到就会很想要 这个真的很漂亮 这个紫色 它还有很多颜色 它有个 金色的 它写着 啊不是 咦 还没弄到 它有个黑色的 有个黄黄的颜色的 黄黄的颜色 好像不太漂亮 然后有个黑白色 它也是用Tweet这个质地去弄 那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尺寸 那我也想弄一些新意识 买一些不同的材质的袋 用一下 整天用来用它都是那些 很满 用来用一些 很轻轻的那些 黑色那些 大家明白了 那些二手买出去值钱 想弄一些不同的新意识 哇它的造工真的很漂亮 它是纸的 它用很多的紫色 去缝上去 我相信是 那也是拼上一个淡金扣 它有浅纸 深纸 和蓝纸的纸 很漂亮 不知道实物是怎么样 我超想要 这个 三万多元 唉 好想买 这个 唉 接着这个 我愿望清单之一 好多人说的LV三合一 那这个三合一 就不是平时那些 那么行的颜色 那我今次这个 喜欢它 就喜欢它 有点蓝蓝的 又有点白白的 很漂亮 加了加了很多 一万九千六百元 那它大家 都应该知道它是可以拆的 三件拼上一件 然后多条带 就是 Jesse阿卿这样继续 很漂亮 这个 漸变色 但这些用残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想象不到 应该... 很贵的声 大哥 它这个颜色呢 真的很有夏日的气色 它有很多的尺寸 哇... 它的尺寸有很多 我不读出来 因为它有很多件数 它有四件拆出来 它拼上一个金扣 带 可以拆 其实可能我最大主要买的 如果真的买的话 它有可能多条带 就用我其他袋 那我就不用配一条链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我呢... 其实呢... 我喜欢买一些链的袋 需要收藏一些有链的袋 但其实我很少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链呢... 真的硬到我的肩头 真的很痛 痛到第二天就要自己 帮自己做拔官 那可能你觉得 自己也能帮自己做拔官 可以的... 那些真空拔官 就是... 有时呢... 就是... 我只能堅持到... 背了两天 两天之后 我一定要再去换皮带 否则呢... 我肩膀会痛到扯 到这里痛到死 唉... 没办法啦... 鬼叫我叫张扑吗 其实有原因而已 我叫这个名字 因为我的手机真的不肯定 背太重的东西 我肩膀就受不了了 想死的之後就 所以我喜歡它的原因 可能因為有條帶 而且條帶真的可以塗 不錯不錯 不過我真的有點貴 都是那句啦 不是它貴 我覺得它貴 我窮而已 19,600元 這個藍色很漂亮 很有這個沙灘的感覺 雖然沒得去旅行 但是看到也覺得 很有這個夏天的氣色 很漂亮這三個的 拼在一起 下一個 好了 接著到我很想買的一個袋 它就是一個 Nano Speedy的一個村上龍 是Vintage 它當時 我也免得這麼沉 它又跟村上龍一起 Cross Over 去設計這個系列 它有白色的 有黑色的 我很想要黑色 它這個黑三彩的Nano Speedy 它已經炒到貴過一個全身 我還是只有照片 它就跟我之前 那個Vintage的Nano Speedy 那樣是一模一樣的 我喜歡它就是因為 它喜歡它很輕 雖然它原裝沒有帶 但是我覺得黑三彩真的很特別 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在街上用 最多都是見有人用過一次 一次而已 這麼久 一次白色 我女生都貴得很好看 可能我覺得 黑三彩就更加比白三彩更難有 所以我就很想要一個黑三彩的Vintage 都是LV 救命 最近中了LV的毒 很漂亮 覺得很特別 那些很顏色的顏色 還有它的尺寸 剛剛好放到我的iPhone 很開心 又放到我的卡住 放到車時機 又放到電 總之剛剛好 對於我的日常用包 我沒有什麼美的 很好 不過我不用很漂亮 可與不可求 Vintage的 哎呀 很漂亮 我都真的 都是一個願望清單之一 接著 我很想要的一個wish list 哎呀 這個很漂亮 Vintage的 LV的一個牛仔布的一個 逆下包 哇 這個款很漂亮 不過它的炒價 和一個 剛剛我說的一個 讓它選一櫃 你看我樣子都滿滿了 說到這裡 這個很漂亮 它很輕 我相信 我真的很喜歡 有皮帶的 和這麼輕的袋 以前 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一定不會想 覺得最重要是耐用 現在我覺得 哇 為什麼牛仔布款這麼漂亮 這個真的很好 很漂亮 很想要 而且它 放的尺寸 都是那些不大不小的尺寸 然後放上去 怎麼說好呢 它很容易搭 就算我今天 我當我穿白色衣服 它都很好搭 當然那個袋我沒有 也都我沒見過的人 在街上 相信有它的人 都應該真的好少 而且我上網看過 個個都買超貴的 稍為正常一點 抗之純都超貴 當然有一些 便宜一點 其實都不是說很便宜 但是都一定要過萬元 如果你看到沒有過萬元 通常都是 你明白吧 好漂亮 LA最近出的牛仔布系列 其實呢 大家如果有留意 那些全部 就算你官網看到 全部都是沒有貨 我沒見過 有課過 牛仔布的話 任何東西 鞋啊 銀包啊 全部都寫著沒有貨 相信應該真的很得人要 不過你以為真的只有我 一個人想買什麼 大幫人 大幫人 大幫人有錢 對不對 哎呀好想要啊 圓網清單 好多啊 真的 然後呢 這個呢 我又是很想要的 哇救命啊 它又有皮帶 又有條鏈的 哇 真是 漂亮不得了 就是你不用條皮帶的時候 你又可以拆 枕用條鏈 不用條鏈的時候 你又可以枕用條皮帶 挺好啊 不過我不知道 放不找到很多東西的 我看上去就好像也挺大 那它就23x13x6 那我也是沒有貨的 你看看 它這裡寫著沒有貨的 很漂亮啊 它有一個 拉鏈位 它有一個LV Logo 都是金 金 就是金色的 平常高 hardware 旁邊就 都挺闊 不過其實呢 這些彎彎的 怎樣形容它 半月包呢 其實它 不是那麼實用的 我相信 如果你是放很多東西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很漂亮 很隨性的感覺 很帥 不過當然 不會像這幅圖一樣 拼到全身都是Logo 我覺得它漂亮 我覺得就算拼白衣 隨便一條褲 都很漂亮 都是牛仔布 救命 今集我講的 想買的 全部都是牛仔布 我真的被它深深吸引著 很漂亮 你說我怎麼跟我SA說 全部都想要 嘩 我真的怕它 幫我找完 不不不不不 糟糕 河包乾難化之後就會 那它價錢呢 是19500元 不錯不錯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漂亮 對 全部都是牛仔布 大部分都是LV 唉 最近真的覺得LV好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 可能它一出牛仔布 我就覺得 很漂亮很漂亮 好了 不知道大家看我這裡 覺得我的wishness怎樣 唉 都是勤力工作 不要買那麼多 東西 其實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去旅行呢 快點發覺 歐洲買的便宜很多 你也知道LV真的差很遠 在歐洲買 價錢便宜了幾千人 對不對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通關 希望快點 不用旁邊七天 最好就是這樣 可以去買 可以省錢 不過以前都是我的願望清單 不知道大家的願望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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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 有什麼的都可以交流一下 留言說 我知道你們最想要的2022年wishlist是什麼 好了 那今集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聯絡一起說拜拜 拜拜 願不願意 拜拜 拜拜 各位觀眾啊 拜拜 好了拜拜